大家好,来,咱们今天有空聊几句脱口秀演人House因侮辱解放军被封杀的这个消息 白天看到了这个消息,说实话,这个就是觉得很好笑 看House的这个脱口秀的表演有那么一两次吧,演的其实也还行 但是都不如这个消息本身来的那么好笑吧 这个消息我是笑了挺长时间的 如果我今天只是从这个讨论脱口秀或者是中国舆论环境的角度开那么一期节目 我觉得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因为这类的话题其实已经聊得够多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以前起码是做过五期以上的讨论中国脱口秀的节目 就不再重复了,所以我今天的准备是换一个角度 咱们从这个国家与社会的变革的角度 尤其是在这个今年二月份以后吧,对吧 二十节二中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 提出这个口号以后的话,咱们来聊聊中国式的现代化到底需要脱口秀吗 或者说需不需要中国式的脱口秀 咱们来说说 当然首先我还是得说我今天这个节目只能够代表我个人的一种观点 因为围绕这个话题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观点会大相征庭,这个会差很多的 而且我必须还得说那么几句开场白啊 我估计这个看我频道少的网友或者是新的网友可能不了解啊 老网友自然不必说啊 呃,我这频道的话呢,不是五毛 也不是那些粉红啊 当然也不是反贼 我觉得那些李克中的话呢,跟我也不沾边啊 我这频道的话呢,只是五六千万这个云云众生的海外华人中的一个啊 我尝试着在每次发生各类新闻事件的时候啊 我能够尽可能的啊,这个还原一个事实的真相给你 只是作为一个提供你自己思考 得出你自己结论的这样的一个消息渠道啊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我呢,并不尝试引导你这个符合啊 所谓的什么什么的立场 因为我觉得那个那个做法很傻 我本人呢,就最反感的事情之一就是洗脑 所以我一开始的话呢,最早开我的频道 我原来最早我就想取名叫做反洗脑啊 就叫老徐反洗脑 后来呢,觉得这个这个名字没有没有必要这样叫了啊 就叫了这个我现在的这个名字 但是呢,这个意思其实是一样的啊 我还是觉得每个事情吧 成年人其实都不用洗脑啊 你不管口号叫的多响 胸脯拍的多硬啊 最终能够被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 不要说人民群众啊 人民群众这东西是一个政治概念啊 咱们多说一些法律概念 广大的这个老百姓能够接受的 其实还是事实 对吧 尊重科学 尊重事实 那最终就能够被广大的这个人所接受 不论你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之下 都是一样啊 呃 如果你说这个社会变革的角度的话呢 那我觉得你再来看待脱口秀的这个话题啊 有时候呢 可能你就会有一种毛色洞开啊 为什么看似啊 很魔幻现实主义的事情 但是其实本身呢 又没有那么魔幻现实主义啊 当然前提是在中国啊 首先呢 我得说啊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生活在这个 经历那种发生比较大的那种变革时期的国家 或者是时代里 但是当下的这个中国人啊 尤其是年纪在三十五四十万上了啊 那么确实是经历了一波非常大的这个变革 而且这个变革呢 又不是那种革命啊 不是那种自下而上 推翻了这个政权的啊 不是这样 这个变革呢 其实就是改革开放 能够和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呢 其实我觉得啊 你在历史上去找的话 其实也就是找来找去吧 以我平那比较贫乏的啊 这种这个学识和常识吧 我觉得可能也就是只有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 战国时期的这个商鞅变法的话呢 他之所以啊那个能够成功啊 不像这个什么王安石啊 这个其他的一些后来的一些这个微调型的那种变法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呢 不是说他的这个力度有多大 而是他从根本上推动了这个利益啊 在不同的这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分配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推动了这个社会财富的总增长啊 用现在的话来讲 为什么呢 因为首先第一个 你看商鞅最主要的这个变法 就就是两个精神 一个是费景田 对吧 听啊通签墨 景田呢 就是以前的这个封建的这个封封制度嘛 一块田画一个井字画九份 那么中间这一份的话呢 就是封封的那些王公贵族啊 这个就是他们的周边的这个八块田农民来种啊 但是你只拥有这个作物 你不用有这个权 你不用有这个田地的土地的作业权 那么换句话来说呢 用今天的话来说啊 这个景田制度呢 其实就是最雏形的啊 这个原始的这个国家的土地 集体所有制的这个雏形 但是商鞅呢 把这个东西给废掉了啊 就没有中间那块 这个所谓王公贵族的那块公共的这个 用现在的话说啊 这个生产队的啊 这个责任承包制的这样的一块土地了啊 因为以前只要是你去和那些上山下乡的 聊过天的 或者你自己就是上山下过乡的人 你很清楚 你走到这个农田区一看 哪块地是生产队 哪块地是自留地 不用问 一眼看过去就知道了 生产队的那些地的庄稼 和那个自留地的那个绿油油的那个作物 它永远是一目了然的 当然是我这个关系到我自己的这个收入的 我当然是花的时间心思最多嘛 对吧 能调动你积极性的一定是打破了这个所有制的这个隔阂 你才能够积极性被调动起来 如果什么东西都是国有的历史上没有成功的案例的 对吧 那么这个是远的 咱们说近的就是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话呢 其实也是一样嘛 就是取消了这个一切都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 推动了企业家 推动了那些老板 推动了最早那些 可以通过各种方法 把资源变现 结合一些这个权利 把权利变现 推动了那些人 在整个的这一波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浪潮里啊 可以先富起来 因为有了这个积极性的推动 那么当然就推动了社会财富的总增长 当然也带动了财富在不同阶级间的流通 但是我要说啊 这个但是很重要啊 不是每个人 不是每个时期都会发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变革的 可能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啊 这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一个节奏 对吧 现在的感觉好像这个经济啊 增速放缓 好像以前这个以前的这个势头啊 没有延续下来啊 但你要知道没有延续下来 呃也也首先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 中国本身经济肯定还是在发展的 依然是世界经济的这个火车头啊 只不过呢 因为你的这个基数越来越大了 基数越来越大了 打过游戏的人都知道 一开始升级很快 一天能够升对吧 十几级甚至二十级啊 打到后面的话呢 就越来越慢了啊 这个可能几天只能升一级 或者说一个月 一个半月才能升那么一级两级的啊 因为你的基数越来越大了 对吧 所以说呢 现在尽管说啊 这个增速放缓了 但是依然是火车头啊 你不能说这个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啊 以前改革开放的那个势头了啊 第二个呢 我想说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常态 那之前那个三十年那个状态啊 叫做可遇不可求 在现在的这个阶段里吧 我是觉得没有以前那种 在打破这个财富啊 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间的这个分配了 当然还会有一定程度的 不说绝对没有 比如说我们提出的这个共同富裕的口号 对吧 尽管也不可能做到 每个农民的收入都一样 就不用说农民跟这个城镇户口的人比 就农民和农民比 对吧 你四川这个亚安的一个农民 跟上海金山的农民能比吗 不要说差差两三倍了 十倍吧 啊有没有啊 不可能比的 永远追不上了 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追得上了 这个就是赤裸裸的现实 但是不等于说不需要增加那些 低收入的地区的人的收入的状况啊 这个是可以改善的 但是我想说呢 中国其实走的那条路啊 尤其是改开放走的那条路呢 其实很多人一直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这个有人叫我徐老师啊 有人叫我老徐的啊 他就说这个 你能不能说说啊 这个你印象中啊 这个最终 你想象中的理想化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啊 社会制度角度来说 其实这个问题呢 以前我也聊过啊 你如果要我用很简单的一个快捷的答案 我来回答你的话呢 其实就一句话 就是继续啊 搞这个中国的专制社会啊 但是呢 它得是一个开明式的专制啊 不能是那种霸道式的啊 那种这个没有逻辑式的专制 开明式的专制 最早呢 是老毛子发明出来的啊 以前的这个耶卡吉林啊 耶卡吉林大帝时期就已经 已经这个实行了这样的这个专制 后来呢 这个其实被 被日耳曼人啊 就是被德国人啊 发扬光大 一直到被新加坡人是学以致用吧 那么你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呢 其实使用程度最深最广 而且会被使用时间最长的啊 肯定是中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取得成功 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走了这个开明式专制的这个道路 换句话来讲 首先呢 让这个财产可以被私有化 对吧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啊 没有这点免谈 第二点 没有看到不不呃 这个不停的啊 国进民退 没有这种事情 国家不与民争利 而且呢 能够有一定程度的这个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啊 一定程度啊 绝对不是无限制的啊 因为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民主开放程度的排名啊 中国当然就排名不是很高了啊 但是你看看新加坡其实也不高啊 也是120名开外啊 但是问题是 不是只有一条路啊 就是所谓美式民主那个道路啊 灯塔国吧 很多人喜欢说对吧 不是只有那条路呢 才代表了这个最终的啊 这个你说现代化也好 法治化也好 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到那个终点 我觉得不是啊 为什么呢 不是说美式民主是错的或者是坏的 它有很多好的地方 很多好的地方呢 我没有办法在一期节目里面都告诉你啊 但是我只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啊 美式民主呢 它是太昂贵了 代价太大 中国肯定是没有办法走这个两党或者是多党制的这个选举制啊 中国走这个路的话呢 代价太大了 因为美国现在别的不说啊 你就看这个他他现在这个每一次的这个债务到期的这个违约的风险 对吧 或者说他现在这个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里面的这个竞争不过中国的这个势头 靠着这个打压啊 才能够延缓啊 中国追赶的脚步吧 可以这样讲啊 他其实已经发现了啊 就是国家不做任何的监管 完全是自由式的这个放开啊 对于经济来说啊 其实是不对的 原来他一直觉得这个就是他的优点啊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甚至是引以为傲的啊 就是咱们的这个对吧 为什么能成功就是你看我自由啊 我放开啊 现在已经发现了 这样是这样肯定是效率是不行的 因为世界上还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啊 他玩的是他玩的是什么 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翻成一句别的话来来说叫什么呢 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变种啊 他不是单纯的国家资本主义是混合制的啊 但是呢一定是资本主义啊 但是中国不能叫自己资本主义啊 所以呢我们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 这个东西呢既不是既不是社会主义 也不是资本主义啊 但是他一定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的 但是又是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 混合式的这个资本主义 那有人叫做这个党国资本主义 也有人叫做权贵资本主义啊 到底叫什么呢 你自己考虑啊 我不来给你做引导 这个不是主题 咱们说回来啊 美式的那种民主呢 是代价太大了啊 那么咱们说回来啊 开明式的专制 能让一个国家有长足的发展 对吗 他基本上呢 我是觉得有有这个几个特征吧 首先就是我刚才说的 有这个私人财产啊 然后这个有一定的这个言论的自由啊 和这个思想的自由程度啊 你看但凡经济也好 但凡是文化也好 只要是管得太紧 没有那个积极性啊 这个东西一定是长久不了的 而且也繁荣不起来 没有一个国家靠着这个国有经济 对吧 70%全是国有经济 什么都是国有 最后啊 这个国家建设成这个世界上 对吧 GDP排名是 这个前十名前二十名的国家 从来没有过啊 所以你就知道啊 就是这种东西啊 当这个世界的格局 已经像今天的这个样子 这种这个分布以后啊 不可能再有一个国家用什么 就是那种不开明的专制 能够让这个国家是越来越强大啊 当然了 这个咱们中国式的现代化呢 走的是肯定是一条这个开明式专制的这样的一条路线啊 只不过他不能告诉你 我这个叫开明式专制啊 当然我的理解就是这样啊 中国式现代化呢 这个咱们就切回正题了啊 前面用了这个16分钟的时间啊 做一个开场白 这个提法呢 其实最早在我党的这个叙述文件中啊 是18届五中 我们就提出来了啊 是说这个 以前邓小平 这个邓小平他提出的那些理论里面啊 他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解释呢 其实就小康 这个提法呢很重要 因为他是对于前代领导人理论的一种延续 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提出的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啊 不是一个好像突然之间就出来的啊 他是对于前代领导人的这个思想的延续和继承 包括有一种这个银河新时代的啊 这个新的一些这个发挥和创新 然后正式提出的话呢 当然就是在这个百年建党 对吧 2021年的这个在天安门城楼的这个习大大的讲话啊 是确立了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呃 中国要走自己的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那么就是需要有中国式的现代化啊 而且我党这个原话啊 原话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解释啊 是要破除这个广大人民群众啊 对于这个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啊 注意是迷思啊 这是我党的原话啊 然后呢 到了这个2023年2月份的这个二十年二十中吧 呃 又进一步的是确立了 再一次提出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个口号啊 就是中国要有自己的现代化 不是那种西方式的现代化啊 那么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我看了一下 大家还真不要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随便洗洗脑子的啊 是洗脑 但是也要洗的你是心服口服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就是看出水平来了啊 当然这个不用我说 你也知道啊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还有一句话呢 没有写进去啊 但是不用写啊 就是坚持习核心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的领导 我这个理论的提出就是习近平的提出嘛 所以肯定是习核心啊 坚持高质量的发展 那么这个就跟我之前说的那个实现啊 那个社会财富的总增长啊 当然这口号是对的吧啊 至于能不能这个做到呢 我们只能说这个现在呢 只是这个只是这个习近平第三个任期的开始的第一年啊 咱们就看吧啊 现在说这个任何的结论都太太早了啊 然后呢 有说到这个坚持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啊 这一条呢 我得查一句 这一条呢 我觉得提出啊 最主要就是恶心美国人的啊 或者恶心那些这个喜欢吹美国的那些人啊 因为美国那个他肯定就不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嘛 对吧 那么我们既然敢叫自己是全过程的人民民主 那就是为了区别于美式民主的那种民主啊 因为美式民主的他的这个民主的过程啊 因为他的这个选举制度啊 有天生的缺陷啊 就是你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选举人啊 他的这个钱多钱少是至关重要的啊 玩到今天的话呢 就是你只要是没有钱 其实你就是你你你你你就是这个江子牙在世啊 也选不上去 没有任何的用啊 他就是靠钱堆出来的 更不要说你在有一些这个铁板的那些这个红州蓝州里面 其实你是什么颜色都无所谓 你选什么和这个这个州最终本身会被选成什么颜色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所以说呢 他有天生的缺陷啊 那么咱们自己就说了吗 对吧 全过程人民民主吗 对吧 不用我说 你就懂了吗 里面的这个说回正经的啊 这个他里面提到有一个是吩咐人民的这个精神世界啊 其实不管是习近平提出了这个中国是现代化的理论的还是以前的这个邓小平思想啊 包括包括这个毛选就都有提到这个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呃 历来啊 其实对于这个精神世界啊 起码在口号里面是一直是这样叫的啊 当然你说做到没做到的每个人见仁见智了啊 但是不可否认的呢 你是看到这个怎么讲2017年以后吧 以前我节目里面也说过啊 中国的语言环境呢 确实变了 因为如果你你只是把这个脱口秀呢 当成搞笑啊 是一种看法 但是我呢 把脱口秀呢 这个还给他拔高了一点啊 我是把它看成了这个谈话类的节目吧 当然他本身是一种表演 但是这个表演本身的话呢 他也是有价值观输出的啊 他不像是二人传 二人传那种东西呢 或者是喜剧小品 大量的呢 这个就是单纯的搞笑啊 或者或者是单纯的歌颂啊 这个里面没有任何价值观 对吧 就跟你看这个杂技演员 一个自行车上面骑六个人啊 这个耍坛子 你感受不到任何的这个价值观啊 单纯就是为了看而看啊 为了笑而笑 但是如果你把它看成是谈话类的节目 比如说你说以前 凤凰有这个强强三人行啊 2017年的话呢 这个节目啊就流产了啊 从此以后的话呢 就在地球上就消失了嘛 对吧 尽管斗文涛后面还搞过这个圆桌 搞过这个强强行天下啊 但是始终啊 我觉得和原来的这个三人行啊 不可比啊 因为谈的话题呢 其实太轻飘了啊 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再有原来的这个尺度啊 能够去说 不能说了啊 这个是一种呃 纯聊天的单纯的 你听的就是它的观点和分析 那么还有一种的话呢 就像脱口就这种啊 听的就是表演 表演的话呢 说句实话 他10%到15是观点吧 大量的呢 其实你看的就是它的这个表演 那么这里呢 我想说啊 中国式的脱口秀呢 和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和传统的那种 比如说吧 这个加拿大美国的这个脱口秀相比啊 天生的 我是觉得就是缺乏这个落地的条件啊 因为中国的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啊 没有这个条件给你落地 为什么呢 咱们下半句再说吧 欢迎大家看完以后的话呢 在评论里告诉我们的想法 好 谢谢